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被炒得紅通通的螃蟹外殼香味濃郁 剝開來裡頭鮮嫩多汁的蟹肉 讓人看了口水都快流下來 秋天要吃蟹就有業者首度 將泰國藍鑽蟹引進台灣大牆 秋蟹商機 三點蟹比較空 然後藍鑽蟹看起來它的殼很薄 肉也很多 對 吃起來口感也比花蟹跟三點蟹來得好 殼薄肉點的藍鑽蟹要大取公台 搶食一年高達10億元的螃蟹商機 但其實早從8月中起 有飯店業者就已經搶先推出了萬里蟹來搶食 搭配澎湖十蟹 扁蟹和三點蟹 統統讓你吃到飽 來到飯店餐廳buffet想要螃蟹吃到吧 但你知道有客人最高紀錄一次可以吃到幾隻嗎 答案是 五隻螃蟹 不誇張 這種吃法按照往年經驗 業者估算一天午餐下午茶加晚餐三個餐期 吃下來最高可以出餐到2000多隻螃蟹 那我們一個餐期大概150個客人 那我們一個餐期就大概700隻螃蟹 現在是最肥美的時候有些有帶軟的 所以就像我們大家很知名的萬里蟹 或是我們澎湖的海鮮澎湖的螃蟹 肉很甜 然後肉又很多 然後吃起來就很好吃了 因為感覺會比較多種類 肉比較多一下是比較想吃 台灣民眾有獨愛吃蟹業者統計 近年來衝著螃蟹吃到飽而來的萊克綠 比起剛推出時成長大約兩成 到了10月天氣明顯 轉涼後輪到大閘蟹竭力登場 讓每年的吃蟹熱潮達到高峰 秋涼時節國人愛吃蟹 儼然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運動 現在林委吳登麗 台北報導